美国纽约的蔡佳麟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样连线 在美国纽约的蔡佳麟 这本书我相信已经很多朋友已经下载来看了 那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个故事 一个小说讲台湾的女儿的故事 最后其实会有一个展望 对不对 小说会有一个结局 会有个展望 然后再来是其实书里面很难呈现的一个东西 就是食物 因为食物具有麝香味的问题 还有可能食物里面有一些是水果 有一些美国人根本这些外籍 看得懂英文的 这些外籍的人士 根本没有吃过这些水果都有可能 因为台湾是水果王国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中总清日故事馆 就是在讲这个台湾女儿的故事 这个All Story All Truth 这本书里面 佳麟到底怎么样去做一个ending呢 佳麟 大家好 那我故事的ending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比较意外 因为就是两姐妹 那两姐妹就是姐姐就对着妹妹说 我决定来写这个故事 然后妹妹就很兴奋的说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这样子 那要写什么故事 那故事就是说 台湾的历史 他想要把一些他自己本来不知道的 然后或者是说所谓的台湾人不知道的 真相故事告诉大家 那可是那个所谓的不知道的故事 就是非常非常私人的 那种私人就是说 发生在他 就是这个其实是三代的故事 妈妈 然后妈妈的认识的一位 所谓的外审伯伯一个叔叔 然后和他的 和这两个姐妹 就是妈妈同一辈的 他们也叫叔叔的人 是发生了什么事 比如说被政府谋杀等等这些很私人的东西 可是其实他拼错出来就是一个台湾的历史 那所以说他觉得他冲击的原因 是因为他知道卑卑的故事之后 他又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看到一群卑卑 他们没有家人 常常就是固定 几乎就是在傍晚吃饭的时间 在一家素食店聚在一起吃饭 然后他每次经过那里 他会跟那些卑卑打招呼 那有一天他决定走进去 跟那个卑卑就是 就是好像来认识一下 就没想到他最喜欢的 然后最先认识的那个卑卑居然死掉了 他就很震撼 就觉得我都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就离开了这样子 那他就发现 那个过往他的一些感觉就出来了 卑卑的故事没有人知道啊 当初他知道的时候是多么的震撼 多么的伤心 他跟妹妹两个人 对这件事情有多少多少的愤恨 觉得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这群人 就是像我们上一集讲到禁婚这些事情 这样子 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触发点 让他觉得说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世人 这样子 所以他就跟妹妹说我要来写这个故事 这样 那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 我说的那个素食店的场景 那不是我编的欸 我真的我跟我先生 曾经在台北的西门町 连续两年就看到一样的一群卑卑 在某一家素食店同样的时间吃饭 那是他们固定聚会的地方 是然后真的很有意思 他们就是第二次看到的时候 就因为是隔一年 我每年回去一次 就觉得他们还在那里 因为他们 因为当时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 那是我刚刚好 就是军宅案的时候 所以我对于卑卑就比较多的好奇和关心 所以我们当初 我刚跟先生到那个素食店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是坐在他们的隔壁桌 那卑卑就比如说 还有偷偷去外面买粥回来 然后再去买他们的什么 什么玉米农仓交在一起吃 那我觉得就很好奇 一直看一直看 就没想到隔一年 我们又经过那家素食店 就是大约那个时间 就发现那整群卑卑还在欸 那整群大概四五个这样子 其实我蛮震撼的 那时候我也有想到说 他们会这样做 应该是没有家庭 然后有人陪着吃饭 应该比较愉快吧 那也许他们可能牵制于 下午就聚在一起可以聊聊天 有时候他们意见不合也是会吵架 以前我小时候也是会 像我不是讲到 爸爸会去牵给罐 那些贝贝也是常常会吵架 可是其实再怎么样 老实说真的 他们就是没有家人 怎么吵架 他们还是算是最亲近的家人 OK 好那所以我们讲食物吧 你住花莲 你觉得花莲有什么食物 可以推荐给大家 花莲有什么食物 大家第一个都想到是麻糬 对不对 然后 可能要不然就是所谓有名的 蒋总统喜欢吃的贬食温饨 那这些东西不知道欸 可能因为在花莲 有时候记忆的食物吗 我们家就在卖贬食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那个妈妈都会说 啊为什么总统不来吃我们家的 哦 因为被吃过之后 就变成大家会想去吃嘛 对啊 那所以到底记忆什么 我的记忆我最喜欢的是煎包 那煎包 我们那里的煎包 我喜欢的也是被被卖的 然后 我不知道煎包到底是 所谓的台湾本来就有的食物 还是 杯杯带过来的 但是就是 我们吃的那一家是杯杯做的 就觉得好好吃 嗯 有它的家乡味 它们 这个 那个煎包是 中国人的食物嘛 嗯 OK 对啊 那 可是现在好像都融合 就像你说的 已经都在台湾社会里头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 有像 像煎包这个 我就不知道 到底是 后来进来的呢 还是本来台湾社会最 应该是后来进来的 反正是面食类嘛 会发酵的面食类 其实都不是台湾传统的食物 可是很好吃啊 已经 无关乎是谁做的 嗯 没有做 对啊 那花莲 我喜欢吃这个之外 大概 有名的 很多人到花莲来 会想要吃的 可能是什么 通油饼 然后再加个蛋 然后就叫做炸蛋 通油饼 嗯 嗯 对 那通油饼好像也是 所谓的 外省贝贝带来的吧 嗯 嗯 然后台东有牛肉面 花莲有吗 牛肉面哦 嗯 一定有 但是牛肉面 似乎不是花莲有名的东西 嗯 因为我的 我从小到大 那对于牛肉面 牛肉面这种东西 不是非常熟悉 没有印象 对不对 那花莲有没有海鲜 海鲜 有啊 因为靠海嘛 欸 台湾都靠海 嗯 因为高阿威那整条啊 就是很多卖吃的嘛 那很多就是说 有海产店 那所以那 它就是会有热炒 海鲜热炒 这样子 嗯 嗯 还是蛮多的这样子 嗯 好 因为其实这些荣民卑卑 到了花莲之后 他们大部分所从事的工作 其实没有办法让他们赚到 很大的财富 对不对 没办法 所以我的故事 故事里头的一个叫做黄叔叔 他就是 就是批准他可以退伍嘛 那他就开始卖所谓的那个 我们说的山东大馒头 这样子 那这个我想应该也是 很多台湾人熟悉的 就是说有那种杯杯啊 他就很简单 可能就是放在脚踏车后面 有个什么 可以保温的箱子什么的 上面盖着白布这样子 对 然后就大喊 饱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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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起都 对 就是 就是这样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普遍 我们这个五六年级的人 会有的小饱子 会听到啊 我在台北也是听到啊 高中的时候啊 就是听到那个喊的声音 对啊 除了馒头另外一种就是 羞巴掌啦 这样 肉种在台北我倒是比较少听的 因为做山东馒头的这些 老兵 老伯伯们 他们有时候会做那种很硬的那种 杠子头 就是一个的杠子头或是大饼 然后就切成一块一块这样子 然后我们有时候下课走过去 因为那个他刚烤出来嘛 还热热的 然后他切一块 我们可能就是 我已经忘记是多少钱了 可能就是买一个 然后用那个纸袋就包起来 然后大概就可以解决一顿了 有时候下课之后还要再去补习班 或是怎么样 就是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一餐 那是共同的经验嘛 对不对 是啊 可是那种很单纯的食物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比很复杂的食物或大餐 都让你 你深呼吸似乎都还可以 闻到那个时候的味道 像我在大学的时候 在大厅租房子 有一个年轻人他会做黑糖馒头 可是他有融合像那种山东馒头那种做法 就是说他不是很软的那一种一般的机器做 他做的非常有嚼劲 可是他是黑糖馒头 就像你说的那个真的是很美味 他很简单 可是就会上瘾 有时候错过时间没有买到或去的时候 他已经卖完了 会剁脚 就是觉得怎么没有 这样子好像早餐没有吃到这个不行 对 我们那个也是 有时候下课走过去固定的地方 就希望说他的脚踏车停在那里 偶尔会没遇到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他们生活都还蛮规律的 基本上都会看到他 都会看到他 而且感觉他们都很温和 他们不管所有的眼光 眼神啊 动作啦 真是完全都是无害的 他们已经习惯变成社会底层的人了 然后很善良 真的很善良 对 而且其实就是我之前有讲到那种 杯拿糖果啊 给我们吃的那件事情 那我们其实那附近还有一种 我不知道台北那时候有没有 就是卖那个麦芽糖 就是他会用一个那种 餅干 很像那 对对对 然后夹着的 然后他会有一个那种摇的 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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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让大家听到说来了这样子 麦芽糖 这样子然后他就来了 然后听到这个的时候 就像我们在家里三楼 都要赶他冲出去卖 因为就是 没办法 就像刚才讲黑糖馒头一样就是 没办法抗拒那个 饼干夹麦芽的美味这样子 然后那也是杯杯啊 然后他就是像您说的 他也真的都不讲话 他就是很努力在挖那个麦芽糖 然后夹给我们这样子 然后就 你这样讲 我有想到我小时候 还有那个卖那个臭豆腐的 对 傍晚会推过来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没错 那个也是杯杯 我们那也是杯杯 然后他固定啊 然后他的那个泡菜 对 泡菜 就是没办法吃别家 就是要这个杯杯 就是每个人做出来味道不同 然后就觉得这个杯杯的 他的臭豆腐就是好像比较舒淡 我现在跟你聊一聊 我可以想到很多 我小时候 会从我们家门口经过的 有什么呢 到冬天有卖面茶的蜜茶 对 对 你也有 然后还有蜗阿米耍的 说到面茶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太白粉 知道啊 那个也是好好吃喔 对不对 好 他有那种 还有泡那个 那个一个甜甜的饼 然后浇下去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 好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印象 会推离开 会推过去我们家的前面的 还有那个饱咪香 只有饱咪香是台湾人卖的 其他我刚讲的那些东西 通通都是外省杯杯 对对对 那个饱咪香 他会让我们一整个下午小孩都 不要玩就在那边看 就在那边等着嘛 回家抱一罐那个老米去这样子 然后给他一点钱 他就帮你抱好了 然后就算抱好了 也要站在那边看 就觉得很神奇啊 为什么那个米进去 之后出来是什么 会变这样子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看其实食物 可以让我们和解的 我们可以是南枪北雕 可以来自不同的地方 其实底层的生活的人 其实我们的经验是一样的 我觉得食物这种东西 或者是音乐这种东西 它是文化性的 然后它是非常容易 它其实即便 我可能对这个人不熟悉 对这个文化 这个种族不熟悉 但是当香味传过来的时候 忍不住说去试一下尝一下 那个意念一定自然就会出来 这是很自然的本性会做的 那当我们尝了一口吃了一点之后 那种交流就出现了 比如说我们就想说 你怎么做的 然后为什么你们会用这个材料 那这些东西都有他们的地方文化的背景 比如说天气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种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可能比较热 不能种那些蔬菜或什么的 那这种就是一种认识交流 那是很自然 就像我先生有个名言 他说所有的食物我都一定会先 一定会吃过一遍 拿来决定我喜不喜欢它 所以当每个人都有这种心情 就是我没吃过东西 我都来尝一尝的时候 他就开启了一个门 就是说我来认识一种文化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方式 去就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好 其实所有的人在这块土地上 都有贡献 有的人甚至花了一辈子的青春岁月 在帮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他们啃荒 拓荒 但也许这些最后的成果 都会被有能力 有金钱 有大笔的金钱的这些财团所掠夺 而且不带任何感激的心 那这些人的青春岁月在这边度过 其实我们应该要互相理解 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互相知道彼此的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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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赞助播出 有没有一种产品能够彻底净化除菌 消除脑人的异味 并且方便携带 让您走到哪里 干净到哪里 当然有 就是我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这位妈妈在还没认识我之前 一直无法摆脱 抹布怎么洗都洗不掉的异味 直到她把我带回家 我有魔鬼毡的设计 不用施工 只要轻松地将我挂在她 漂漂亮亮的琉璃台前 就能充分展现烘干杀菌的功效 现在她使用抹布 再也不会闻到那些恼人的异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